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时间,我是大鸿辉 今集跟大家讲讲中年好声音1的冠军 吉吉周吉佩的新闻 话说日前吉吉提前举行他的生日音乐会 和一众歌迷提前庆祝他38岁生日 场面相当暖心,亦都非常热闹 为了报答粉丝的支持 他亦都宣布将会在11月30日下个月尾 在麦花审场馆,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 而他亦都在兴生的时候透露 自己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11月底的演出 演唱会大卖 在一个生日会当中 歌迷亦都为吉吉举办了派对 预祝他38岁生日 先坐水晶巴士游车河 一起在车内共进晚餐 亦都去到中环摩天伦欣赏夜景和影响 又温馨又浪漫 之后再举行音乐会 吉吉全晚都唱国语歌 亦都与粉丝近距离接触 互相互动打卡 又拍照,肯拍合照 亦都在抽奖环子 带派礼物给粉丝非常懂得做 更加送出50吋大电视等等 吉吉亦都在台上表示 今年的生日愿望最重要 就是希望演唱会演出成功和大卖 吉吉和防屋局常任秘书长兼防署署罗淑沛一同担任这个活动评判 作为Ean、陈卓妍的罗署長 亦都在个人社交平台出帖 我的收穫當然是跟吉吉一起做評判 問周吉培有沒有邀請羅署長一起看演唱會 吉吉就說多謝羅署長能夠跟他一起做評判 我也很榮幸 當日已經即時邀請對方看我演唱會 希望他有時間出席 吉吉近期除了慶生之外 也宣佈他受到月底 改行一個這麼盛大的演唱會 為了力求觀眾帶來一個視聽的盛宴 這個消息令到無數的粉絲感到振奮 這場演唱會不僅是吉吉的音樂之類重要一站 更是粉絲們期待已久的音樂盛會 門票將於會在10月8日早上10點正式開售 即是節目出街的時候已經開始賣 舉辦的日期是周吉培第三人生演唱會 日期11月30日晚上8點15分 就在麥花省場館 票價是980元和680元 換票就已經開始在10點 就在這個City Line公開發售 講到這個演唱會的主題 就叫第三人生 吉吉也都在出帖子上說 今次演唱會將會為大家帶來 一齊好像一齊坐紙飛機 穿越過去不同的年代 認識我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 也都希望陪著大家一同認識自己 而在這個生日會上面 也會是吉吉的演唱會開賣的日子 生日願望很簡單 就是希望演唱會大賣 即是在現在節目出街 當日應該就是吉吉的生日 講到這次第三人生的演唱會 分別是初入行 樂隊時期和參加中年好聲音之後的發展 想將自己的人生仔細和大家好好分享 吉吉又說完成了比賽之後 其實都沒有特別上開Show 只是埋手創作不同的歌曲 所以今次也選擇 很多年前曾經以樂隊身份演出的麥花神場地 再踏舞台 對他來說就別有一番意義 今次以個人身份開Show 吉吉就認為心情和之前 用一個Bang生樂隊的時間有很大分別 自己也有參與製作和創意的部分 在海埔中出現的子飛機也有如意 他就說要揭力令自己減低緊張感 好好享受這次的歌唱 不過作為歌手又怎會永遠都一帆風順呢 事業經過高高低低的吉吉 就算現在受到大家的喜愛 也成為TVB力捧的歌手之一 但在過程中絕對不是一帆風順順利 正所謂人紅是非多 也會有很多負面的人攻擊他 日前吉吉在將軍澳舉行發佈會 隨後有街坊拍下了吉吉發佈會的場地 並且轉載了個帖子 拍了張照片 在將軍澳主場的Facebook專頁 並表示沒有人認識你 更加有網民以為周吉佩是內地歌手 或者是全民造星出身 上網搜尋才發現周吉佩原來是2022年中年好聲音的冠軍歌手 對於這件事網民似乎一面倒就表示不懂周吉佩 就說阿貓阿狗又說是歌聲完全沒有聽過 有什麼首本名曲 周北唱我就認識 周吉佩我就不認識 真的不認識不是開玩笑 周吉我就認識 是不是粵語片的明星 那帖子其實出了之後 就受到很多人轉載和討論 那帖子就寫著 原帖子就沒有街坊式奏吉佩 有人以為他是內地歌手或者是全民造星出來的 Google之後發現周山原來來自2022年中年好聲音的冠軍歌手 亦都hashtag了說 證明很多街坊已經不看TVB 包括我自己 應該出帖子的人 即是在將軍澳主場出帖子的人 應該就沒有看TVB 所以連周吉佩是中年好聲音的冠軍都不知道 但是在活動當日 其實有大批粉絲到場支持吉吉的 通常這些踩人的Post 越說就越興奮 越說就越興奮 很多時候 最後都可能說到悶 不了了之 但是本尊出現回應很少有 亦都見到吉吉非常之大方得體 話說對於被街坊只沒有人認識一件事 周吉佩隨即直接到貼文上踩場 並以28個字高EQ回覆 就說多謝將軍澳主場這個Post 由原本我沒有人認識 現在多了人留意了 Thanks so much 吉吉的回應這麼大方得體 即是不單止沒有生氣 還多謝他 因為這個Post 令到本身不認識他的人 多了人認識他 即是很高EQ 亦都非常之大方得體 不單止沒有生氣 別人踩你 更加親自踩場 去多謝對方 所以獲吉 不少網民力支持我 支持吉吉 為人超級nice 除了淘吉吉之外 我都認識周吉佩 因為之前他曾經在回歸賽馬演出 並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年好聲音那麼受歡迎 又是第一屆冠軍歌手 怎會沒人認識呀 怎會不認識吉吉 中年好聲音冠軍得獎後唱過電視劇主題曲 唱歌的水準不錯 即是見到吉吉 現在的他 去到中年 不再是年輕人 即是如果可能是年輕 年少氣盛的時間 可能受不住批評 或者說沒人認識你 即是好像28座大王 但隨著年月的增長 吉吉在事業經歷過高高低低的時候 其實見到他現在這樣的回應 我自己雖然不是吉吉的粉絲 不過都替他覺得高興 可以見到他已經很成熟 亦都不會介意一些扶評 不單止這樣 還用一個平常心 用感謝對方的心態去回應 我覺得就非常之認同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我相信不單止是張金奧主場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因為這樣覺得 吉吉 有吉士 聰仔 以及亦都意翹夠高 大方回應 這件事應該是 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大家普遍對於吉吉的印象 我相信 就算你不認識他也好 見到他這麼大方得體的回應 我相信 就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而這次也做得非常非常之好 我自己就給他十個讚 即是今天出post 當日也是吉吉的生日 也在祝吉吉生日快樂 也祝你演唱會大賣演出成功 接下來 唱更多好歌給我們歌迷聽 就更加好 至於聽到做節目的朋友 對於今次吉吉這個演唱會 和他這個張金奧主場事件 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下 你的看法 今集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